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韩国一艘载有400多人的客轮 16号发生沉船事故 200多人下落不明 美国国务运当天对遇难者家属 表达了深切慰问 并准备好提供必要的帮助 美国国防部消息指出 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 理查德号已经抵达岁月号出世海域 与韩国现场指挥官建立了通讯 随时准备提供援助 理查德号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中尉艾格尔表示 理查德号原本是前往朝鲜半岛以西的水域 进行例行巡逻 收到沉船消息后 立即改变了航行路线 不过由于韩国政府对事件的反应迅速 因此美军目前在现场只是等待 随时提供所需的协助 理查德号是美国第七舰队 部署在日本佐世保市的驱逐舰 可以执行作战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 凤凰卫视 王兵容陈一秋 华士顿报道 另一方面 作为中国游客赴美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 加州即将迎来中国的七千人商务旅行团 这也是西津加州将接待的最大规模中国商务旅行团 加州城县旅游观光协会联合加州旅游会展局宣布 来自中国的七千人商务旅行团将在五月十九号到访加州安纳海姆 在为期十五天的行程中 旅行团将在安纳海姆会展中心举行商务会议 并将体验这里的迪士尼乐园 海滩购物等众多旅游资源 据估计这个旅行团将为加州城县地区带来八千五百万美元的收入 并将为当地超过三十家酒店带来大量客房预定 加州旅游会展局局长贝特塔表示 中国已经成为加州旅游最大的海外市场 2013年到加州旅游的中国游客达到六十万人次 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 预计2014年到加州旅游的中国游客将接近八十万人次 随之带来的消费将高达二十亿美元 加州旅游局八年前开始拓展中国市场 根据统计 现在到加州旅游的中国游客比十年前增长了九倍 今年加州旅游局计划斥资五百万美元在中国推广加州旅游 而上个月 洛杉矶旅游局也宣布推出你好中国营销项目 为当地旅游业者提供培训 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 房卫视郭晶晶 徐涛 洛杉矶报道 来看今天拉美和加州旅游的新闻重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来看今天每周快讯的具体内容 美联储主席耶伦今天在纽约经济俱乐部上发表题为货币政策和经济复苏的讲话 他表示维持近零利率的时间将取决于美国经济离达到联储就业和通胀目标的距离 以及预计达到目标可能需要的时间 这也是耶伦第二次发表公开演讲 耶伦重申 随着美国就业市场消除闲置 预计通胀率会上升 到2016年底达到美联储的就业和通胀目标是合理的 相信两年内美国经济将会恢复 耶伦还强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承诺 维持适当的宽松政策以支撑美国经济复苏 一旦美国经济前景发生实质改变 委员会准备调整购债步伐 新的研究发现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症的人群 患上骨质疏松症的风险更高 研究人员对比了两组人群的数据 一组是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 约1400人 另一组为超过2万人没有任何睡眠障碍的人群 在长达6年的研究中发现 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症的人 被确诊患上骨质疏松症的几率比另一组人高三倍 而这一结论在女性和长者中尤为明显 虽然睡眠障碍并不是影响骨质健康的唯一因素 但研究人员建议患者和医疗机构 要警惕睡眠障碍对骨质及其他方面的健康危害 FBI公布了一部长达30分钟的文献纪录片 警告美国留学生小心被收买当间谍 据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日公布了一部长达30分钟的文献纪录片 讲述外国机构雇佣美国留学生当间谍的故事 以此警告留学生小心被收买 然而片子的矛头竟然指向的是中国 对此美国问题专家表示 此举显示了美方对中国这一情报领域假想敌的忧虑 然而事实上美国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情报大国 早在2003年就有媒体爆出FBI计划在美国的大学里招募中国的留学生 意图不言自明 2013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联邦调查局 希望招聘更多的华人加入 并宣称懂中文者将得到更好的待遇 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国际财团 上周根据城市应对各类负面事件的能力 城市管理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等指标 对全球50个城市进行了排名 发布了专业的评估报告 报告认为多伦多为全球长期房地产投资的最佳城市 该报告主要从城市应对各类事件 包括自然灾害的能力 及所谓的弹性来进行评估 多伦多在应对1998年的冰爆 以及1954年的飓风都做得很好 而且城市非常注重基础设施建设 而加拿大各大城市在这方面均有良好的表现 因此文革华和卡加利名列第二和第三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两岸三地的新闻重点 中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中国2014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 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4% 虽然好过市场预期但比去年同期增速下降 外界关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GDP增速和去年同期的7.7%相比有所下降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莱韵认为 经济增速并未划出合理区间 速度下降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客观反应 内地保监会针对一份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文件 向社会征求意见 而各大监管部门也正在针对互联网金融草拟规章 有分析人士呼吁监管部门给市场更多创新空间 保监会预备出台的 《关于规范人身保险公司经营互联网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 向社会征求意见 被舆论称作一行三会 对互联网金融建章立志的零的突破 其实从2013年央行组织八部委调研后 就正在起草国务院层面的 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指导意见 这份意见出台后 会分解任务到各个相关部委 以应对互联网牵涉的复杂性 日本冲绳县知识重景真宏多 周三向日本政府递交抗议信 要求政府严格取缔在冲绳周边 非法捕捞珊瑚的中国渔船 修改中日渔业协定内容 重景真宏多周三前往东京的外务省农林水产省 抗议中国大陆台湾的渔船在冲绳近海捕鱼 以严重影响到冲绳渔民的利益 要求日本政府立即采取缔递措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消息 不要走开 欢迎回来来看华尔街方面消息 我们来看星期三 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星期三的走势持续是 早是开盘小幅高开之后呢 是略微有一些保守观望的这样一个心态 主要是经济数据出现好坏参半 但是呢公司盈利消息持续是 支持市场出现走高 那特别是美联储主席叶伦女士在下午的时候 在纽约经济局发表一番讲话 还是鸽派气氛相当浓厚 并且呢暗示联储将会以低息的政策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支持美国经济稳步复苏 同时当天的经济数据也显示 美国在房地产市场方面 以及是工业产出方面 现在是在一个温和增长的状况之下 另外呢中国方面虽然是GDP增长只在7.4% 但这市场也认为这是一个缓慢稳定增长的一个现象 乌克兰局势虽然对市场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没有造成太大的恐慌心态 不过导致市场是密切的关注 乌克兰局势最新发展 公司引力消息方面 雅虎公司持续是收到阿里巴巴方面的正面的消息 在星期三持续是开稿走高 也带领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出现上升的主要的一个动力股 但是美国银行则是因为法律诉讼费用支出上升 所以工资导致了第一季度出现亏损 在当天虽然没有对市场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是导致投资人对美国银行产生一个保守观望的心态 总的来说华丽股票市场在星期三走时 还是乐观心态为主要的这样一个心态 那么趁低入场追捧三大值的收盘时 还是调高左手 以上是新参情况风光一致旁哲 纽约报道 来看今天的全球资金指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一方面美国华商会 今日宣布近期内将举办首届商会会长国际高峰冷坛 商会作为企业之间未抵御市场风险 暴躺合作的一个平台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中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在中国近十几年从国家层面到乡镇层面 从地区到行业 现在商会大概有几十万家 那么这些商会因为成立的很多 成立的时间不长 商会的管理和认作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所以变成了商会的发展良有不齐 据介绍本次高峰论坛将邀请中国100位优秀商会会长 和其他国家50位商会会长齐聚陆上基 这次就如何提高商会的凝聚力和管理水平 更好地发挥商会在全球经济化一体化的领导主用 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 英会长还指出 本次论坛是一次高规格的国际新论坛 理会嘉宾都是全球工商界精英 通过他们及时广益取舱不短 一定会找到一些欺识可行的方法 解决商会运作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对中国和全球商会的发展起到建设性的指导作用 风华卫斯网民罗亨纪报导 好来看一则社区工商新闻 4月12日第二届中国文化旅游品牌建设与发展峰会 即影响世界的中国文化旅游知名品牌发布盛典在北京召开 影响世界的中国文化旅游名城 名县名镇名井名人等一批知名文化旅游品牌获奖名单 在峰会现场公开发布 这些评选结果是结合网络投票 专家评审 媒体测评综合得分而最终产生的 旨在通过这些影响世界的名城名镇的出现 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海外游客到中国来旅游 此次盛会是由人民网联合中国旅游报中华文化促进会旅游研究中心凤凰卫视美洲台共同主办 来自中国中央相关部委行业协会地方相关部门文化旅游产业公司新闻媒体等共计300余人参加了本次峰会 峰会展开了三场名人对话 与会嘉宾学者业内专家分别就如何推进文化创意与旅游业融合发展 新媒体时代如何打造文化旅游品牌 如何实现旅游信息化到旅游智慧化主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大家一直认为旅游是一个综合的产业 应该找到文化和旅游的结合点 面对目前中国旅游出现的诸多问题 中国旅游业界急需进行文化旅游升级 合力打造旅游文化新品牌 旅游产品我们的海外宣传的推广的力度 这两个方面都是需要加强的 从旅游产品方面呢 我建议我们国内的旅游业界要大力的开发文化旅游产品 通过这样一来使得我们的整个旅游产品的体系 从我们的观光旅游为核心 转向观光旅游和度假旅游这样一个并局 所以来支撑我们未来中国旅游的发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另一方面位于南加州惠提尔市的玫瑰岗纪念 牧园于日前举办风水专题讲座和追思法会 玫瑰岗于1914年开园 今年正逢开园100周年 对于许多南加州的华人 玫瑰岗不但是一个缅怀亲人的山水公园 也是延续了许多家族的历史 由于华人对风水的格外重视 所以主办方特别安排了风水专题讲座 玫瑰岗业务开发执行长布鲁斯表示 1993年他在西雅图专门去听关于风水的讲座 从此以风水为主题来设计牧园就成了它最重要的责任 所以我们的老师在 ROSEHILL 我们这些组合的组合物 有些好一种旧的旧的旧 业务和旧的旧带去称 以及旧带去称 我们的旧带去称 而是我们的旧带来调整 是发现我们的旧带去发展 我认为我们做的 所以我们做的事 是在 Скай Ridge上的旧带上 而是在海上的旧带上 其实华人还是很重视风水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基本上大前提就是以风水为前提 玫瑰岗占地1500英亩 是全球最大与最美丽纪念墓园 拥有高品质的风水福地 现代化的兵役馆与独特的礼堂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由英皇电影和银都机构有限公司 联合出品金像奖获奖导演林超贤 编剧和指导的吴彦祖张家辉主演的 电影《魔警》将会于4月18号 在北美各大城市同步上映 《魔警》不仅是一部激烈紧张的警匪片 更带有浓重的悬疑色彩 它不仅带来经典港片的韵味 更是在宏观的角度 探讨人性本身善与恶的哲学议题 《魔警》虽然以经典的警匪题材 作为电影的主线 但此片比传统的香港警匪片 有了改良 加入了颇多悬疑色彩 在视觉上引入道具脸谱 与戏剧唱腔的配乐堪称一绝 《水墨》的特写玄幻似的表达方式 更凸显出人物与故事本身 似真似假 一正一邪的神秘色彩 《魔警》的两大主演 吴彦祖张家辉 各为实力派和型男的完美结合 《魔警》不仅是吴彦祖 继重装警察12年之后 首次与林超贤合作 更成为吴彦祖从影以来 最黑暗的角色 而另一重量级男神张家辉 更在短短12天的档期内 完美地塑造了 一正一邪的大道角色 《魔警》里面 有很多动作的场面 枪战 爆破 杀人 这些情节往往不是可以要制作一些官能的刺激 而是每一次的动作场面 推进一点人物上的性格 或是一点事情的发展 因此两位主演不仅要承受极限的拍摄环境 更要在一次过的压力下 展现出角色最细腻的心理变化 可谓是对演技的极大考验 而凤凰卫视美洲台特别与华师电影合作 推出抽奖赠票的活动 大家只要登陆全新的美洲台网站 iPhoneUS.com上填妥表格 既有机会赢得由华师电影所送出的免费电影票 活动的地区包括洛杉矶 西雅图 波士顿和芝加哥 好了 以上就这些新闻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凤凰美洲新闻友 齐心同创 富足未来 富国银行 华人独家代理李新华翡翠京城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让StayFab和奥特曼保护你 向更好迈进 世界品味 东方魅力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联合赞助播出